同样也需要大家继续给予支持的是提振风灾重建区的观光展业 六规宝来的温泉区经过中央和地方以及民间观光业者的通力合作之后 日渐有了起色 市府观光局最近也针对地方的美食推出了宝来饗宴 要以宴会的方式一共推出了食道的特色餐点 希望能够邀请民众一起到宝来寻美观光尝美食 宝来国中的学生带来青春洋溢的原住民舞蹈 为这次市府观光局针对六规特别设计的宝来饗宴揭开序幕 我们今天宝来饗宴 宝来地区是有非常多的观光资源 譬如18楼汉山 譬如普莱西头社的古栈道 还有宝来温泉 布老温泉等等 都是我们在整个宝整个六规地区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光资源 摆在桌上的各式餐点 包含宝来走山鸡 蜜汁梅子排骨 还有咸酥西虾等等菜肴 都是这一次与市府合作的六家宝来在地餐饮业者 利用在地食材制作出的风味餐 市长为了帮助六规拼行销 也在现场帮忙试吃做推荐 那在食吃的部分 观光旅游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观光局特别选择我们六家四幻的店家 来做一个完整的辅导的规划 除了烹调还有用餐的环境的改善 也希望店家能够多多使用我们在地特色的食材 为了帮助八八风灾后受创的温泉业者 重新找回观光人潮 市府动员各局处努力帮忙六规做行销 期盼在地的特色文化 未来得以继续下去 港路信号黄子倩萧鸿汉采访报道